大家好 谢谢 哈雷路亚 我好开心可以来到约二零粮堂 在历经了这个 昨天的这一个千辛万苦之后 你们有看到新闻了吗 真的哦 你有没有发现 上帝还替我们发了宣传稿 昨天我们从上海要赶回来高雄 真的下坏了 因为车子真的就直接陷入了这个水中 然后因为上海下暴雨 但我们没有想到整个车道变成水道 然后你知道我们搭的那辆车 当场就熄火抛锚 怎么样都打不起来 然后你知道活生生就水已经淹到那个轮子 就再一点就淹进车门了 所以它熄火好像也是应该的啦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我跟国伦急坏了 因为我们差 你知道我们的时候 应该路程是15分钟 但是我们在车上呢就被堵了 在那个水里面被困了30分钟 眼看就赶不上飞机了 那我今天就来不了了 那你们今天 今天有没有新朋友 举手我看一下 第一次来的 那你们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所以各位新朋友 我一定要说这个奇迹是为你们而发生的 你知道当我在水里被困住的时候 我跟黄国人两个人真的急得连哭都来不及 我们就拼命的祷告说 主啊你是没有不可能的 神你让这个车子复活 你让它活起来 我们放耶稣的名让这个车子活过来 然后我就说司机你再打一次 司机你再打一次 司机你再打一次 他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个车子一直没有活过来 你知道我们急死了 然后后来我跟你讲 再真的再差一分钟 我们就绝对赶不上飞机了 你知道突然就出现了一个 你知道天使开车来了 就突然有一辆车 大陆叫路虎 就是那种可以跋山涉水的那个 L开头的 就车子然后就停在我们旁边 然后就救了我们 你知道我们是直接从我们的车子呢 爬进那个车子 然后呢 我告诉你 我们本来都以为我们要跋山涉水呢 开始卷裤子要整个踩进水里了 我跟你讲我爬上那个车的时候 一滴水都没有沾到 然后我们就冲啊 冲到机场 我要已经过一分钟 但是呢航空公司还等我们 就说啊就在等我们 然后我们登机的那一刻 我真的只能说 天哪真的快哭了 你看 诶不见 上飞机那一刻 我要拍给你们看的 我就是要告诉约尔的各位 上帝是真的 而且上帝为了你们 把我们从水里面救出来 这张水的照片你要拍一下 因为今天对于很多新朋友来说 这不是一场随随便便的水灾而已 为什么要有这么奇怪的事呢 我跟你讲啊 你虽然看那个水很高 对不对 我跟你说 除了我们那辆车 旁边的车都能走 就熄火了我们这一辆 为什么千辛万苦 也要把我们拦下来 很简单 基督徒的各位都知道 属灵征战嘛 就是因为今天 一定有特别的事情会发生 今天一定有新朋友呢 是仇敌很不希望让他信主的啦 所以其他的车都能动 就我们家的车不能动啦 但是人家的车只要动 也没有要救我的意思啊 我们就一辆一辆呼啸而过 就那一辆 上帝特别指派的 而且那一辆肯定不会熄火 因为它很高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赶上了 我们来了 今天我站在各位的面前了 上帝已经得胜了 至于今天上帝让你我相遇 要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能做的只有 把我身上发生的 真实的每一个见证 告诉各位 你可以自己判断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相遇 好不好 我就想告诉你 身为一个基督徒 最刺激的地方就是 你真的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最刺激又最酷的就是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惊喜会有多大 本来只是平平凡凡的一场 赶飞机的旅程 在昨天早上 让我心情有如三温暖一般 咻咻咻咻咻咻 变成如此难忘的一趟旅程 今天你可能只是照常来了教会 今天你可能只是被你的朋友 邀了好几次 实在不好意思 来一次看看 今天也可能有人是看到新闻上的 新闻报道 想说 嘿 靠仔新淹个水 淹到我们高雄来了 不如我来看一眼好了 我不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但让我们看下去 到底今天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会发生什么事 好不好 我们开始啦 我自我介绍一下 报告 我是一个从小差一点就活不下来的小孩 什么意思呢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有可能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起起伏伏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要挑战你一件事情 你的人生上一次神迹是什么时候 嘿 想一想啦 我是昨天早上啦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我们信耶稣 信基督教 信基督 信上帝 你信出了什么样的神迹呢 咱们都不要自欺欺人 也不要自我安慰 这个时代有太多的迷迷之音 有太多人告诉你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真的 你现在每天看新闻 有一堆人 人设翻车 对不对 还有什么是我们能相信的呢 你认为是好人的 有一天发现他是色狼 你认为是好老公的 有一天他出轨了 那么你认为是可相信的信仰跟上帝 我们要不要时时刻刻确认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 一个真的神 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你随时随地的挑战他 好不好 我跟各位报告 在我的人生当中 时时刻刻都在挑战上帝 我挑战上帝的各方面的能力 同时也很挑战他的耐性 我怎么挑战神了呢 我的出生 那时候我还小啊 已经是一个神的能力的证明 上帝如果不能证明他是真的 今天你就看不到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该死的 我是一个早产儿 而且非常早产 有多早产呢 我大概七个月快不到就生了 刚满七个月生 那个大概极限了 你要小于七个月基本活不了 可是呢 七个月生下来也很危险 我一出生 医院就开了红单子给我爸妈说 这个婴儿如果活不下来 本院盖不负责 因为太小了 所以我是在保温箱里面住了好几个月 各位知道 保温箱要呵护着 要恒温要这个 不然的话就活不下来 我一出生 就是我爸妈的一个信心的挑战 我相信有很多人为我祷告 总之我没死 证明了第一个神机 上帝可以呢 把一个快死的小孩救活 但大难不死怎么样 必有后患 必有后患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你知道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啊 各位 我才七个月就生了 一定有 你有我没有的东西啊 不然最后那个怀胎九个月的两个月在讲什么 我少了什么呢 我从小都在想这件事情 我到底比人家少长了什么 事实证明 医学报道 在最后怀胎这两个月 比较慢发展的是呼吸系统 所以 你跟我的呼吸系统是最后两个月长的 我从小 呼吸系统就很烂 从鼻子一直烂到肺 我跟你讲 我就是有天生的哮喘 只要风吹日下雨淋 我就喘 所以我从小身体特别不好 我每一天都会随身带着那个直喘喷雾 要不然只要天气一变化 我就呼不到气 我只要一气喘 就是那种 我要非常非常用力吸气 所以我天天都有那种 我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 窒息而死 因为我从长记忆以来 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呼不到气 吸不到气的感觉 所以我从小就必须常常祷告啊 因为我只要一犯病 我叫主耶稣救我 然后呢 万一那个直喘喷雾失灵了 你知道失灵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送命的时候 那个直喘喷雾 人家都说是会有抗药性的 就是你每一次喷它有效 但是总有那么一次 突然它不发生效果 你就再见了 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刮了 所以从小的我真的就是 随时带着药罐子 上课时间没有请假多的一个病号 我大概一个礼拜六天课 五天 四天在医院 能上一天就算不错了 所以我从小 印象当中我的童年 都是跟医生护士一起过的 然后永远在打点滴 我家的袖子都是一半的 因为我爸妈换衣服容易 你知道吗 我打的点滴 不好换衣服 直接袖子就裁了 所以我小时候都以为自己独臂刀王 你知道吗 我的衣服全是没袖子的 但是我的童年 在学校超级自卑 当然自卑啊 因为我同学都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同学 我每一次久久去上一次课 都像新同学 而且老师教的我也听不懂 因为我跟不上 我都在请假 所以就算好不容易我会一提 老师说 柯乃馨你回答 我跟你讲 我就算知道答案 我都答不出来的哪一种 我是特别自卑 没有自信 带不出场的小孩 你们看我现在这样 在台上大喇喇的讲话 你很难想象 小时候的我 就是一个那种爸妈说 叫老师 叫主任 打招呼 说早安 我死也会拽着爸妈的裙子 在后面 就是那种 那种很扭捏 总而言之就是上不了台面 见不了课的小孩 如果有一天 告诉小时候的我说 未来我会靠讲话赚钱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吗 我在学校就是一个 坐在树下 看着同学上体育课的小可怜 这样无了解 因为我会昏倒 我跑步就昏倒 所以体育课没我事 平常上课 老师也尽量忽略我 重点是我也不在学校 但 一个自卑的人 有时候是常常会有 另外一面的 你们知道自卑啊 有时候跟什么是一体两面 人都有好多面 我们都不是只有一面 小时候的我特别自卑 在学校 可是在家里 那就不一样了 小时候的我 体弱多病 但体弱多病的小孩 有时候是很受宠的 对不对 因为爸妈好怕你会着凉 好怕你会风吹日晒雨淋 好怕你饿 来着哄着 宠着 腻着 从小 我是这样长大的 我跟你讲 我说句大话 在我上小学之前 我就没怎么用自己的脚 走过路 我都是从 叔叔的怀抱 到爷爷的怀抱 到爸爸的怀抱 到姑姑嫂嫂的怀抱 还有到教会兄弟姐妹 各大伯淑阿姨们的怀抱中过的 因为我跟你讲 我在教会长大 我们家是所谓的一门中烈 这位是华人基督教界 比较有名的一位大前辈 叫做寇世远监督 许多长辈们可能都听过 我爷爷的道 他写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籍 也有许多的所谓的学生吧 现在也都在各大教会当牧者 这一位小光头 寇少恩牧师 怎么样 人家不能够也有青春少年时吗 现在拍下来 不是一件很礼貌的事哦 小时候抱我的都是大人我 我想不只是寇世远 寇少恩都是我家的 我们寇加班在教会解纳 天堂及我家呀 你知道我在教会什么概念呢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真的是在还不会背 ABC啵啵啵啵的时候 就会背圣经目录啊 你们会不会背 你们不会背 创出立名声 舒适德莎莎 王王代代拉 尼斯伯斯珍 传歌赛耶埃 结旦荷尔摩 厄拿弥红哈 翻该亚马 泰可 陆约四福音 使徒罗马 前后林 加佛飞西 帖帖提提 多门莱雅 比比约一二三 犹大启示录 为什么你们现在不用背 我们小时候压力好大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随时都爱抽烤 你知道我爸爸说乃欣 诗篇二三篇 耶耳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乃姨 一百二十一篇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在我们家长大容易吗 我们从小是这样的概念 每个礼拜天台上讲到的是我爷爷 带敬拜的可能是我姑姑 然后教儿童主日学的是我叔叔 在门口发周报的是我妈 然后敬拜团上台两排都姓扣 你知道这种天罗地网啊 你们猜这样子在 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 信不信耶稣 信不信 为什么我有看到有人的摇头 很多牧师的小孩 信不信耶稣 未必 你知道我爷爷常说 我爷爷啊 以前说 耶稣没有孙子 天父只有儿子 意思是 信仰不能遗传 同意吗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信天父啦 不能说他是我爸的天父 他就是我爷爷啦 天爷爷 没有这种天爷爷这种事的 天父就是天父 我觉得有道理 对不对 所以你爸是牧师 不见代表你就一定要信耶稣 对不对 好 我们一家都是牧师呢 也不一定表示我就非信不可 对不对 但 我信 怎么样 我干嘛不信 因为我跟你讲 我没有看过耶稣 可是 我从小人家就告诉我 那感觉就像是 你爸爸在美国工作 你没看过他 但是你常常会收到他的信 跟他打电话 收到礼物 这样你会怀疑你爸爸在美国吗 不会对不对 对啊 对我来说 耶稣就是这个概念 我没有看过耶稣 可是 我可以随时跟他打电话写信 我祷告不就跟他写信了吗 他答应我的祷告 不就回信给我了吗 我要求什么 他给我 不就送礼物了吗 我是跟他有来有往 随时都能沟通的 怎么沟通 我肚子痛了对不对 我说祝耶稣祝耶稣 我肚子痛 说你救我 不痛了 然后呢 铅笔找不到 祝耶稣铅笔找不到 眼睛也找不到了 祝耶稣请你帮我找到 哎 找到了 超灵的 你知道在我小时候 我连洗澡都是靠祷告 你们家的热水器 会不会忽冷忽热 会 你们都那么节俭 我还以为 只有我们传道人家 比较节俭呢 我们家那个热水器 用十几年 永远都忽冷忽热 也不换 你知道我小时候 都是靠着祷告说 主啊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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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给我热水 给我热水 我跟你讲 祷告不停 热水就不停 祷告一停 就变冷水 超级灵的 从小我都是用 洗澡的时间 操练信心 真的 我考试也祷告 你知道考试祷告 超有用的 当然啊 你书还是要念的啊 可是 最怕就是你念的没考啊 然后考出来的都完美 错过了你念的 对不对 老师怎么那么巧 都不考我念的 所以要不要祷告 要 我跟你讲 真的啊 我现在 我今天讲的所有话 都是真心诚意 绝对实话 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 可是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我当年连考的时候 你们有连考过吗 现在还连考吗 现在小朋友不连考 是吧 我跟你讲 我们连考那个年代 超严重的啊 因为决定我们要上 什么高中 什么大学 连考是这样的 当年啊 姐姐连考的时候 阿姨连考的时候 我们是要抽考场的 就是你不会在你自己的学校考 你要去抽一个新的场地 这样大家都不熟悉 比较不能作弊嘛 好 我抽了一个陌生的考场 紧张了半死啊 我想说天哪 万一我临时肚子痛 想要拉肚子怎么办呢 万一我考的都忘记怎么办呢 万一我紧张起来呢 失常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我那天到了一个新的考场 屁屁床坐下来 抖抖抖 我说主耶稣 你要保护我 主耶稣 主耶稣 一定要让我考得好 让我不要紧张 让我不要失常 我倒完告 一睁开眼睛 你猜我看到什么 答案 那我同学也会看到 这样很没有专属性 也没有那种被毒宠的感觉 不是答案 我跟你讲 我看见一整个黑板 上面写满了 只有我才懂得的密码 我写 写什么 我跟你讲 一首歌叫做野地的花的歌词 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天韵的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飞鸟 从来不为生活忙 有没有 他讲的是 野地的花 天空的飞鸟 天父都照顾 所以何况是宝贵的人 上帝会更爱我们吗 这首歌从小 主日学就常常唱 我可熟了 但是你想 什么人会在考场的前一天晚上 去黑板上写字 还写一首歌词 还没有被擦掉 这很不合理吧 因为考场一定要尽空啊 就是给我看到了 当我看到满满一黑板 墨写了野地的花的歌词 我收到了 我天父爸爸给我的message 你阿爸父在这儿照着你呢 不就这个意思吗 野地的花我懂 我旁边的同学不一定懂 上帝就是这样跟我交流相处的 所以你说我信不信耶稣 信吧 不然呢 这么灵耶 有求必应 就是我小时候的人生 我就这么有求必应 一路考上了北一女 再考上了台大外文系 有没有发现有哪里不对 请问 有谁会这样拍照 这张照片 不是一般正常人会拍出来的 谁会跟这么多奖状一起拍照 你知道谁会这样拍吗 超级不自信的人会这样拍 真的啊 你想想看 会把所有的名牌都穿在身上炫富的人 爆发户 对不对 Gucci Prada 全都穿在身上这种人是干嘛 就是怕你不知道他有钱啊 对不对 跟这么多奖状拍照的人呢 怕你不知道他有奖状啦 那为什么会怕人家不知道我有奖状呢 你再想一下 内心的底层逻辑是 那就不自信咩 因为 还记得 小时候在学校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特别不自信的小孩 跟现在这个拿奖状的我 其实反差很大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我会变成这样 你说小时候那个 你不是说你很自闭吗 老师叫你都不敢讲答案吗 妈妈叫你喊叔叔阿姨 你都不喊的吗 你现在倒是拿着这个麦克风讲话 讲得挺流利的 怎么回事 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神迹 要不要听 那一天 转类点是我小学三年级 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是一个特别 我就说一个很必俗的小孩啦 在教会里 大家都宠我 出了教会 一个俗辣啦 这样有了解 在家你知道 是一一叫一背 五领 在外面就只一条小虫 因为我没有自信啊 我功课不太好啊 然后呢也不会说话呀 但有一天 我终于去上课了 你知道我常常请假 那天又请了很久的假 终于去学校上课了 久违的上课 真让我意外的惊喜 我上课一进教室 所有同学热烈鼓掌欢呼 你知道 康乃兴来了 然后那个欢呼的阵仗 让我都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巨星 我想为什么呀 我觉得很害怕 然后全场同学说 恭喜恭喜恭喜 说康乃兴 你被我们班选为 参加演讲比赛的代表 我跟你讲 千万不能缺席 你不投票 你就是把投票的权利 让给了别人 你没来 啊就是你了 大家都不想去 就是我了 我觉得那是一种霸凌啊 对我一个 讲话都讲不清楚 都没有勇气回答的人 叫我去参加演讲比赛 你不是要我去死吗 我当场课也不上了 转头就哭回家 我一路哭回家 我爸吓死了 我爸想说怎么搞的 我跟你讲 我们家对付小孩 照顾小孩 教育孩子 只有一招 叫做 导告 我跟你讲 做牧师的都很忙的 都要照顾很多羊 很多别人家的小孩 自己家小孩 通常顾不上 祷告就是了 我爸就陪着我祷告 我爸说 别哭 我们来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我爸陪着我写演讲稿 再陪着我背演讲稿 背一遍不会 背两遍不会 背十遍不会 背一百遍 三天 我们不断地在背演讲稿 然后就开始去参加比赛了 我就记得那一天 前面坐的一整排 很严肃的老师 然后我们上去就是这样子 就是 不是要跟很多照片鞠躬 对不对 你们懂的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我真不记得了 我跟你讲 我一直很死命地 想要想出那段画面跟回忆 我真的想不起来 我再来的回忆就是 我已经回到我的位置上 我想不起来 我在台上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那天 我拿了第三名 我猜想合理推断 我在台上应该是有奖吧 不然其他同学也死得太冤了 我必定有奖 我不可能忘词了 对吧 可是我不记得我讲了什么 我也不记得我怎么讲完的 我就拿着那张奖状 那是我人生第一张奖状 演讲比赛第三名 所以以后 如果有人说 你演讲的时候会紧张 会脑中一片空白 亲爱的 我以我个人经验告诉你 空白是正常的 那怎么破呢 没关系 你多背几遍 你背超过一百遍 很可能你的舌头就自己有记忆了 对吧 你一片空白 你也能讲 厉不厉害 我告诉你 第二年还是我 第二年我拿了第一名 以后 每一年都是我啦 我一路参加了 国语文演讲比赛 英文演讲比赛 写作比赛 诗歌朗诵比赛 辩论比赛 凡是需要说话 跟国语文能力的 都是我 从此之后 我人生就开挂了 你说其实 人不就是这样吗 对于没有自信的孩子 你给他一点阳光 他就灿烂了 其实 就是这么一次 改变了我的人生 从此我就认为 我可以讲话 口急什么的 不存在的 所以从此 我就在 讲话 跟功课上 找到了我的存在感 人都需要证明 我自己是谁 人都需要 被肯定一些特点 你越能被肯定的 你就会越努力 你越努力的 你就会越闪亮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所以我一路呢 拼到了台大 拿了这么多的奖状 然后到了大学 各位 必须要修的学分来了 叫做 恋爱 恋爱学分 是大学必修 对不对 尤其像我这种 在基督教家庭 长大的乖乖牌 我们小时候呢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以谈恋爱 晚上八九点 就要回家 宵敬 不可以跟男生通电话的 我告诉你 我们家教非常严谨 上了大学之后 那开玩笑 总算到了一个 对不对 可以谈恋爱的国度了 这还不好好谈 给他连本带力 谈回来吗 我告诉各位 我一口气交了四个男朋友 大学才四年 我交四个 不是一年一个 一次四个 我跟你讲 真的很难选择 你们不能怪我 我跟你讲 因为这四个人各有特色 超精彩的 我跟你讲 A 非常手工艺 非常精巧 它会折星星 折纸鹤 它会一折 折3650颗星星给你 很值得留下来吧 二号B 是个长腿叔叔 就是那种你知道 风吹日晒雨淋 天下雨了 送雨伞 你肚子饿了 送午餐 然后呢 你肚子痛还帮你呢 买这个止痛药 连那个卫生棉 都帮你买好的这种 什么都帮你做好了 然后呢 考古题 什么 画好重点的课本 一应俱全送到你面前 这样子的人能不留吗 人才啊 三号C 是一个上知天文 下通地理呢 超级博旋多文的一个学长 我只要有任何事情不懂 这个人不用去图书馆查 直接问他就好了 超级好用 行动的Google 四号 第一 厉害 我跟你讲 你有看过穷瑶吗 我跟你讲 哎哟 那年纪都 有一点 各位 有没有看过穷瑶戏里面的 马景涛那一类的 你知道 就是那种 爱你爱的 生生死死 哭喊的 痛苦着 呐喊的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爱你 你要是跟他吵架 他就用手去捶墙壁 全驱在沙发上 痛苦着 有没有 好有谈恋爱的feel啊 我跟你讲 遇到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你超级 在谈恋爱 我跟你讲 以上四位候选人 真的很难取舍 对不对 各有特色 于是我决定了 咱们基督徒不能说谎 也不能隐瞒 我既然没有办法选择 其中任何一个人 我决定 让他们四个人 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并且让他们和谐相处 我生日的时候 他们四个都要 一起来唱KTV的 而且呢 A还会帮BCD 把花都买好 他说 没关系 我知道你今天比较晚下课 我已经帮你把礼物都买好了 来 这个你给奶心 这个你给奶心 多么和乐融融啊 我觉得蛮好啊 我觉得 他们四个一起爱我 不是件很幸福的事吗 而且说穿了 我们 这种教会长大的乖乖牌 能谈什么了不起的恋爱啦 我们呢 就也不就是你知道 都很保守的 也不就是 顶多牵牵小手 看看月亮 放放风筝 然后呢 写写作业这种 所以四个人呢 其实 也就人人有希望 哥哥没把握 但 他们给了我四倍的爱 明白吗 好 还没讲完 后来 还出现了 第五大天王 我跟你讲 紧张紧张 刺激刺激 第五大天王 厉害了 四大天王 都是学校的学长嘛 所以呢 都是学生 对吧 第五大天王 是一个社会人士 他是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 长得高帅挺拔 不是黄国人的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一听到高帅 就觉得 哦 不是黄国人 第五大天王 高帅挺拔 才高八斗 一口气 解决了四大天王 一捅了江湖啊 我想我永远记得那年 我生日的时候 他请了我的四大天王 一起吃饭 然后在席间呢 就跟每个人举杯 说 谢谢你照顾乃兴 哎 谢谢你 照顾乃兴 辛苦了 辛苦了 以后呢 交给我 就可以了 有没有听过 杯酒士兵权 社会人士就是高 知道吧 一口气 就把那四个二轮瓜 都搞定了 于是我就只剩下了 一个男朋友 但是他跟我讲说 来星啊 没关系 你以前有四个人宠你 现在只剩我一个 不要沮丧 不要难过 我一个人对你 会有四倍的好 他真的做到咯 他在我每一年生日的时候 至少有四份以上的礼物 床头放一个 车上放一个 客厅再放一个 还有一个surprise 情人节 七夕 各种的纪念日 没有一次辣的 我们在一起 五年交往 不但每一年都如此的 记得每一个浪漫时刻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对我好到 我真的被养废了 我五年来 都不知道葡萄是有子的 我也不知道 虾子是有壳的 因为到我手上都没有了 不只是对我好 他对我爸爸妈妈 全家都好 他每天帮我爸爸捶背 帮我妈妈洗碗 帮我弟弟看功课 送我妹妹上下学 你知道他不只是我 扣奶昕的男朋友 他是我们全扣家班的男朋友 爱屋即屋 我们是真的切实的感觉到了 五年来从不懈怠 他五年来没有跟我吵过一次架 没有对我 或者是摆一次眉毛 横眉竖眼 从来没有 这样男人该不该嫁 我们全家人几乎是 逼着我嫁给他 他跟我求婚的那一天 我们全家人都说 嫁给他 嫁给他 当然咯 因为我们都找不到 比他对我们更好的人了 对吧 我决定要订婚了 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觉得我一定要嫁给他 因为全世界不会有人 比他对我更好了 还爱我的家人 还对我百依百顺 还一个人代替五个人对我好 为什么不嫁 我的订婚典礼 全台湾的媒体都到齐了 每一个媒体都用镜头对着他说 某某制作人 请问一下 你这样不会把乃星养成公主病吗 他说 我不怕他公主病 那你这样结婚以后会不会改变呢 你会不会以后就没那么好了 我不会变 你这样不会累吗 我不会累 真的不会 超感人的 二十八岁那一年 我订婚了 我觉得我应该很快就会坐着白色马车 嫁给我的王子 那我的人生就非常圆满 对不对 好 故事讲到这里 就讲完了 是不是很无聊 上帝剧本又不是这么写的呀 有一天 我订婚了 然后呢 我去教会聚会 那天非常奇妙 在台上的牧师 在台上的牧师 寇少恩牧师 我莫尺难忘 愁和恨 那天 寇牧师说 弟兄姐妹们 我要跟你们挑战一件事情 你们信耶稣多久了 你们信主这么多年 是不是一直都在岸边打水 你有没有进到水深之处过 什么意思 牧师说 弟兄姐妹们 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 一直都在岸边打水 就像你学游泳的时候 永远在岸边踢水 你不游到水深之处 你永远学不会 牧师说 你知道在圣经里 有多少的祝福 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吗 成千上万的祝福 你拿了几个 牧师说 你是不是只有浅尝则止的 尝一尝恩典的滋味 喝个两口 就觉得很满意了 你不知道水深之处的精彩 你不知道你亏了多少 牧师说 弟兄姐妹们 要不要 今天我们就一起 进入水深之处 让恩典泡到你的怀子骨 泡到你的脚踝 泡到你的膝盖 泡到你的大腿 泡到你的腰 泡到你的胸口 让我们浸在水深之处的恩典里 看看我们曾经错过了多少恩典 你要不要 牧师说 今天愿意一起进入水深之处的 请举手 各位 有兴趣吗 有 我当然有兴趣 开玩笑 如果我只在岸边打水 就已经是有求必应了 进入恩典之处还得了 进入水深之处 那不是更加的 对不对 吃喝不尽 要钱有钱 要爱有爱了 要去 我觉知了 我要进到水深之处 然后我的人生 就会开始不一样 你们知道有多不一样吗 首先 我遇到了第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我的未婚夫跑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跑了 他消失了 他没死啊 其他人都找得到他 只除了我跟我们家人找不到他以外 他突然在一天之内 消失在我们全家族的范围圈外 这样听懂吗 他就不见了 我们就找不到他 打电话他就不接 然后 一个多月后 我收到了一封信 我的订婚戒指 是寄回来的 还有一封信 他说 乃兴 我累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累吗 他说 这次我不是要跟你请假 我要请的是长假 我要请辞 他说乃兴啊 你根本不爱我 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你知道我看什么电影吗 你知道我看什么小说吗 你不知道 因为五年来都是我看你喜欢看的小说 我看你喜欢看的电影 我吃你喜欢吃的菜 你一板都不认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怎么爱我 他说寇乃兴 你根本不爱我 你只是爱我 我对你好 他写了很长的信 都是中文 我觉得我根本看不懂 这些事 你不是应该在五年当中跟我讲吗 你想吃什么你说吗 不是吗 你觉得很累你不是应该早点讲吗 五年来我们没有吵过架 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达过他有多不快乐 我一直以为跟我在一起就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直到他消失 很多人说乃兴你也太笨了 你怎么会只索取都不付出呢 我不知道要怎么付出啊 我以为跟他在一起他就很快乐啊 他走的时候 我完全崩溃 我觉得我被捧到了一个 整个人都快废掉了以后 突然我要自己学吃饭 学走路 自己学的剥虾壳跟葡萄籽 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明白一个我认为会为我挡刀挡枪 即将要抱着我进入婚姻殿堂的人 为什么会突然把我摔在地上 回头给了我一刀 你知道当时所有的媒体疯了 每一天都有电话打来说 乃兴 你的男朋友 你的未婚夫 怎么会跟别的女生在看电影呢 我们看到他跟谁谁谁在吃饭 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们怎么了 我哭着跟媒体说 我的爱情砸锅了 我的婚约执行不了了 然后你知道 就有一个电影发布会找我去出席 有一个电影公司打来说 扣乃兴我们想请你来出席记者会 我说 我说那是什么骗子 他们说 落跑新娘 我想媒体有时候真的很 很适血 你知道当时我连电视都不敢开 因为每天都会有电视在讨论 你知道那时候的政论节目 真的是有够无聊 讨论题目就是扣乃兴为何被甩 我真的不骗你 有很多人打电话call in 说那个扣乃兴就是有公主病 他就是因为太难伺候 那个男的就累了 然后也有人说 他们教会乖乖排 行为太保守 又不能怎么样 那个男的就跟别的人去上床了 我太多各式各样 好像这些人都住在我家床底下一样 你知道连我去坐计程车 司机都会回从那个后照镜看 我说 诶小姐 啊那个男的 后来为什么不要你啊 我也很想知道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恨 没办法站起来 我的痛苦来自于第一 心碎 第二 惊吓 我觉得第三就是不能相信 我真的想不懂 爱情还能相信吗 男人的承诺 我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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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累 我不会累 头嘞 我没有办法再相信诺言 也没有办法相信男人 更可怕的是 我没有办法 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 上帝你照得住吗 你还记得我的神 是有求必应的神吗 那怎么现在不灵了 可以找铅笔 找不到未婚夫哦 可以治肚子痛 没办法让他回来爱我吗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最终最终 心里面最过不去的那个点 是 主啊 你在哪里 上帝天父爸爸 我现在最需要你 救苦救难了 你在哪里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让这个人 回来爱我 能不能让我的未婚夫 回来娶我 给我一个机会改吧 你要我吃什么 看什么我都愿意啦 公主病要怎么改 说一声我们改嘛 我改还不行吗 我只求 一个洗心革面 付出爱的机会 为什么不能被给予 我每天哭 你知道那时候我超想死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人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失去它 失去未来 失去婚姻 然后被全世界盯着看的日子 我每天吃什么 吐什么 如果你有失过恋的话 你会知道 就吃不下 我的体重在掉了 一个两个月 三个月内掉了八公斤 然后呢 吃什么吐什么 我就摊在床上 起不了床了 然后呢 我就超想死的 可是问题是 也没办法死吗 你知道 想死有时候 不是想做厉鬼 去吓他 想死 只是不想起床而已 就是你不想张开眼睛 你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我跟你讲 我们家要死很难的 我们家都是牧师 24小时的祷告网 一大堆牧师呢 替我祷告 猪啊 你要医治乃兴 你让他不要伤心 你给他更好的 你让他站起来 我站起来了吗 并没有 我跟你讲 当你很难过的时候 你会有时候经历到 牧师的祷告 也不总是完全都能帮到你 可是我们还得给他们一点面子 所以后来 我就不在他们面前哭了 我得关起门来哭 这很累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当我爸爸 我叔叔他们替我祷告的时候 我还得要振作一点 但他们走了 我又崩溃了 我跟你讲 人救不了人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扶起来 除非上帝出手 怎么办呢 我就起不来嘛 我就闹啊 我就哭啊 我在床上躺了快一年 我每次只要活不下去 我说主耶稣 我就不想活了 你想怎么样 我是不敢死也死不掉啊 但是我也可以不活吧 我说你拿我怎么办 你要给我说句话呀 耶稣 你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整我呢 为什么你搞不定那个男人 为什么他不回来 为什么他不爱我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搞的嘛 上帝的绑闭起 是缩短了吗 你搞不定这件事情吗 有一天 我求了半天 我实在是过不去 我就跟上帝讲说 主耶稣你说句话 给我一个交代 然后我就开始在我们家摸圣经 我们家什么没有 就是牧师跟圣经多嘛 拿了一本圣经 我说主耶稣 你向我说话 你向我说话 现在就向我说话 用拨杯的方法打开 你们都没有过 对啊 不然怎么办 但你翻开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个经验 上帝真的有可能 会让某一节经文 就特别显眼 好像画了荧光笔 或什么的 反正你就知道 那节是对你说的 那天我打开圣经 上帝亲自回答我 耶和华说 一起来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有没有得到安慰 哪有 这太像灾祸了好不好 我说主耶稣 不是这样的 这看起来很不平安 我完全没有觉得平安 我觉得超灾祸的 而且最重要的bug是 各位 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谁知道末后有多久 以色列人那时候亡国 亡了70年以上 70年之后我还嫁得掉吗 这件事情相当的恐怖 末后有多久 我说主耶稣 这句话 我跟你讲 当时我讲一遍 我听不懂 你知道上帝那个礼拜 找好多人传这个经文给我 我的小组长 辅导哥哥 反正各地呢 你不知道多久没见的朋友 都传讯息跟我讲说 上帝要他们给我这句话 很清楚是上帝讲的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当人欢起来就是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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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跟我讲末后有多久 我跟你讲 我必须承认 你知道我这种被上帝宠大的小孩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尽责谢慢 你不觉得我对上帝 有时候没什么礼貌吗 就是当爸爸闹你知道吗 有些小女儿是会跟爸爸撒赖的 我就是这一套 我跟你讲 我不敢在我们家的牧师面前这样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大逆不到 要是在旧约的话 雷就劈了你 我跟你讲 我真的常常跟上帝闹 那一年我就是爱怎么闹怎么闹 我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一副那种老娘失恋了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 然后我想我每一次活不下去 我就是哭 我就是闹 上帝给了我话这么清楚 就不听啊 经文你不听怎么办 该来雷了吧 就这样哭你知道吗 在上帝眼里我大概也没大到哪里去 你知道吗 饿了也哭 然后呢 尿不湿了也哭 啥都哭 有一天 我觉得上帝 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你还要哭多久 上帝用了一个方法解决我 要不要听 上帝用了什么呢 是派了雷 还是电 都不是 有一天晚上我又过不去了 又在那边哭 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 觉得说主耶稣我不管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会离开呢 我真的觉得我活不下去 我就不想活了 我突然 在我一团混乱的思绪里面 好像有一个静止的感觉 然后我的脑子里 开始出现了 字 或者我应该说是词 我也不是看到字 我就突然就拿起笔来 我就开始想写东西 你知道在失恋的时候 人最喜欢写东西了 我就写出了一首歌词 我自己一边写 我都一边非常惊讶 说天哪 我怎么可能会写得出这个呢 但是我一边写 我就一边明白了 上帝太懂我 有几斤几两了 上帝太知道 要怎么对付我扣乃心 他太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在闹什么 不只有了这首词 第二天 连旋律都有了 我一样 我先说我是个拍盲啊 我绝对不是那种音乐很好的人 我唱歌呢 常常会跑拍跟跑调的 但只有这首歌 我唱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这也是个神迹 你们要看这首歌吗 这首歌叫别怪主 作为一首诗歌 这是很奇怪的名字吧 我们只有听赞美主 荣耀主 哪有别怪主的呢 这什么题目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上帝那时候 在我脑子里 在我心里放的一首歌 我唱给你们听 我跟你说 这首歌 反正上帝太了解我了 他了解我在闹什么 他也知道 该怎么告诉我 为什么 这首歌 这首歌叫别怪主 是敬拜团比较难带的一首歌 别怪主 让我的心伤得痛楚 没有缺口 哪里能流进神的祝福 我说别怪主 让我的生命面临荒芜 没有空间 哪里能融下神的花圃 我们是多么容易不要住 直到真的 已经走透无路 直到那天 我哭到的伤心骨 抬头 才遇见教后我的耶稣 是不是很明白 从问题到答案 一应俱全 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三三拍 还是三四拍 还是四三拍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搞不懂这些乐理 但这首歌 我就被回答了 我所有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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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说 知道你怪我 别怪了 必须这样 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终于知道 原来耶稣一直在等我 我终于知道 我们有这么容易 不要耶稣 不顺我们的意 我们就不要了 你懂吗 有求不应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就生气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主吗 在二十八岁那一年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 我信有耶稣 跟我信耶稣 跟我信耶稣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有耶稣 跟你信耶稣是两回事 明白吗 我小时候 有求必应 那我把耶稣当主了吗 我把他当成 圣诞老人 把他当成 送礼物的爸爸 把他当成了 阿拉丁神灯嘛 不就是许愿要灵吗 但是亲爱的 这不叫信主 信主不是把耶稣 当成是办事的小二 信主是把主当主 阿们 所以二十八岁那一年 我终于进入了水深之处 体会我要把我的人生交给主 因为我没办法了嘛 我很会念书怎么的呢 我很会拿奖状怎么样呢 我就搞不定一个男人爱我 我就结不了婚 我就砸锅了嘛 我的人生搞砸了 所以 我只能够试试看 交给主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 搞清楚了以后 也没什么好哭的了 我擦干眼泪就起来 干活咯 而且没多久 我的前未婚夫就结婚了 娶的也不是我 所以也就一了百了 我也没有等太久 答案也就出来了 既然结不了婚 咱们就努力工作吧 你知道 当时呢 其实我在失恋的同时 我也失业了 为什么 这是我后来的指望 我嫁给黄古人是38岁了 十年后啊各位 如果上帝早跟我讲指望 在十年后 我大概又起不来了 太久了 但 其实忙起来也没那么久 有一天 有一天也就遇上了 指望礼物也就到了 明白吗 当时我是先放下了爱情 开始工作 为什么我失业呢 因为我的前未婚夫 他其实是个电视制作人 还记得吧 他其实在演艺圈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帮我张罗了很多节目主持 他跟我解除婚约之后呢 嘿 不好意思 节目都不用我了 也够狠 他的节目不找我 他的朋友不找我 他的敌人也不会找我啊 演艺圈不就分为 他的敌人跟他的朋友吗 所以我当时就突然 没有节目主持了 我在失恋的同时 也失业了 明白吗 那怎么办 我还得要养活自己 养活父母啊 所以我当时就跟上帝求 我说主耶稣 不行啊 我要活下去 你要养我 你要给我供应 你要给我经济能力 我要钱 我要工作 好 我跟上帝真的是没大没小的 求主赦免 我跟上帝讲说 未婚夫要等指望 可以 但是每天都得吃饭的 我每个月 一定要这么多钱 你给我 你不是天下万有的主吗 你不是供应一切的主吗 你不是照顾野地的花跟飞鸟的主吗 我需要这些钱 付房贷 养爸妈 养自己 我提出来的数字 是我之前 手上有五个节目的最高薪 我跟上帝谈条件 有时候需要一点技巧 要就谈大的 我拿最上限 跟上帝讲说 每个月 我基本要这个薪水 能不能拜托 主耶稣 你帮我一下 我跟各位 做一个真实的见证 从我跟上帝 做这个祷告 说我每个月 要多少薪水 当年 我28 29岁 今年 我52岁 超过20年的时间 上帝 没有一个月 不达标的 不要怕 上帝如果让你 走了一条新的路 他会养你的 你只要敢赖在他身上 他就敢 对你负责任 这就是我的主 当时我没有节目主持了 那怎么赚钱 上帝让我走了 另外一条路 叫做活动女王 什么意思呢 主持活动 不用上节目了 好 当时我主持活动 一场 两场 一个月 三场 四场 我开始呢 一场一场地接 然后呢 很努力地做口碑 很努力地敬业 我跟你讲 我后来最忙的时候 我有长达八年的时间 每个月可以接 二十场到四十场 而且我是尾牙天后 你知道尾牙更好赚 因为尾牙一年一次 但是一次是人家 五倍六倍的钱 所以当时我叫尾牙天后 每一年到年底 我几乎呢 把一整年的业绩 都快达到一半了 所以当时 我的尾牙多到 每一年的记者 会打电话问我说 哎 寇乃馨 你今年接了几场尾牙 我说我今年接了十场 他说哦 那今年不景气 不景气哦 如果我今年接了三十场 他说嗯 那应该还不错 那你是接哪一个行业 比较多 我说嗯 今年电子业 跟这个人寿保险业 都还不错 你懂吗 我是景气的风向标 每一年 我的尾牙场次 代表台湾景不景气 将近十年的时间 几乎你听过 所有的大品牌的主持人 都是我 从3C到美妆 到服装 到电子业 你听得过的大品牌 大概都是我的客户 你知道那一年 我真的 你知道 你还记得那个跟很多奖状拍照的我吗 我骨子里 还有一个小自卑在那 知道吧 在经过了失恋丢这么大的脸之后 重新的拥有光环 那还是会有点飘的 你知道当我是尾牙女王 活动天后 当所有的客户都指定要我的时候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我能不飘吗 我又重新找回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对不对 那一年 我几乎呢 囊括了所有的大品牌 包括 台积电跟联电 我跟你讲 台积电联电呢 难是难在 这两个公司当年叫金元双雄 金元双雄的意思是 他们是 有竞争关系的 有点王不见王的 所以呢尾牙呢互相都会看对方的场子 他们会打听绝对不会用对方用过的歌手 也不会用对方的卡斯 因为要别苗头嘛 不好意思 只有我本人是两大金元双雄都指定的运用主持人 是不是应该有点膨胀 我跟你讲 那年 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所有的媒体都说 哇 台积电是靠乃星主持 联电呢 联电也是靠乃星主持 为什么都是他 他怎么那么红啊 好 我跟你讲 我当年主持台积电的尾牙呢 我还记得在 体育馆 哇 做得满满的 两场 我就全场呢 这个带大家的气氛热烈 然后呢 做完台积电 联装 好不好 流水一般的客户 但是铁打不动的主持人 就是我 继续做联电 换了衣服 换了麦牌 继续上阵 哇 媒体都说 又是你啊 对啊 又是我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 是不是 左右逢源 就是这样啦 我大学的时候 有习惯好几个男朋友啊 现在不可以 同时拥有金元双雄吗 好 注意 当天 我在全媒体见证的 高光时刻做了一件非常英勇的事情 让我名垂千屎 要不要听 你知道 在尾牙的时候啊 最热烈的就是最后抽大奖的时候 你知道 就是大家在比这个 最后呢 像这些高科技产业 通常抽股票 或者是抽那种 你知道 50万 60万 80万 100万 还有了抽车子的 好 所以最后呢 主持人要带动全场的气氛 越热烈越好 就 各位伙伴们 今天开不开心 还有多少人没有中奖 大家想不想中奖 好 董事长 今天要加码 我们一起喊加码加码加码 你们这样子很难抽大奖哦 大家一起喊加码加码加码 非常好 伙伴们 这时候我们要来表现我们的爱 让董事长更愿意加码 请所有的朋友们 跟着我一起高深的喊 我爱台积电 刚刚那场 是连电的场 我告诉你 媒体都嗨爆了 头版头条 他刚喊什么 喊什么 我把所有的媒体 头版头 你可以想象 当天的新闻有多精彩 我下台的时候 公关公司脸超绿的 他说 董事长 你刚刚喊错了 我说我刚喊什么 你刚喊台积电 我说 没可能的 他新闻都出去了 我跟你讲 太惨了 真的是史上最惨 最糟的一个灾难 我瞬间从红牌 变成了最黑牌 你们能了解吧 你是猴子派来的吗 你到连电喊台积电万岁 我要所有的公司 拿我做负面教材 跟他们的新人讲说 你千万不要像 扣乃轻那么蠢 什么都能错 我不可以把公司名字喊错 最可怕的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自己有这么蠢 各位 这是我的 最有把握的事情 我失恋我还可以怪男人 我还可以怪耶稣 这件事情我怪不了别人 你明白吗 是谁喊错的 不就是我本人吗 我要你真的没有办法 接受自己蠢到这个样子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 自我否定 我又不行了 我真的是完全垮 垮垮垮不起来了 每天一泪洗面 也不能看电视 因为新闻都是我 对不对 然后记者还会问你说 公奶昕 你现在的感想怎么样 我还能有什么感想 我跟你讲 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了 各位 你这关要怎么过 你帮我想一想 我的事业也毁了啊 继我的爱情砸锅之后 怎么弄 谁还会用一个 可以喊错敌人名字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喊错的主持人 在全场最高潮的 你妈帮帮忙咧 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 你知道 我们家 所有的过关方法 只有一招叫做 祷告 我妈是个很有信心的祷告者 我妈一向呢 祷告什么 她都相信上帝会给她 我妈的信心的祷告 真的为我祷告来了奇迹 你知道 我母亲的祷告 是上帝一定垂听的 各位母亲们 如果你们为孩子祷告 你们要大有信心 我的母亲说 主啊 你救救我女儿 乃星真不行了 她过不了这个挫折 她这次真的崩溃了 因为她觉得自己 真的没有办法面对 主耶稣 你一定要帮助我的女儿 你要救救我的女儿 我跟你说 我妈祷告到 有一天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其实那时候 我不敢接电话的 但不知道那天 为什么我接起来了 因为可能家里没人接吧 我接起来以后 你知道 我现在想起这一段 都觉得有点恍惚啊 对面是一把男生 好 很浑厚的男生说 寇小姐 我是连电的曹董 我说 她说 我是曹星辰 我说董事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她说 没事 她说 我打过来是告诉你 我们连电 没那么小气 她说 人都有口误的时候 你不用太难过 我只是想告诉你 今年 我的尾牙 还会找你 我不记得 我怎么挂了那通电话 我只记得 我冲去找我妈 她说 妈 你知道我接到这个电话吗 超气承打给我 我妈哭得比我还厉害 我妈说 主啊主啊主耶稣真好 她说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这样跟耶稣求的 跟我求的一模一样 我就是跟耶稣讲说 让他们打电话再找你回去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哈利路亚 我跟你讲 耶稣真好 她真的很听 我们信心的祷告 那年我又回去主持了 然后 不是我主持 桃子主持 我是嘉宾 那年的尾牙 桃金莹主持 然后呢 我是模仿王妃 做神秘嘉宾 你知道因为 我那时候在全民最大党 有模仿很多角色 王妃是其中一个 那我就用王妃的角色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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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他身上那个舞台的时候 我一上去 主持人桃子就说 跪下道歉 我跟你讲我真的 腿一软就跪了 全场哦 那个欢呼啊 看热闹啊 你就不知道人有多么那种 你知道吗 哇 你还敢来啊你 我就站起来 我说 女士们 仙女们 我是王妃 我是王妃 你们认得吧 你们讲的是奶昕的事是吧 奶昕呢 你们别怪她 她就是模仿我 模仿多了呗 习惯 我 话少 你们就知道我有首歌叫 旋木 就是旋转木嘛 省词呗 奶昕的意思啊 她就是说 台湾业绩最好的连电 简称台积电呗 这个梗 我想了一年也该想出来了 然后全场就红堂大笑 然后呢新闻又投板头 各位你相信我 我不但没有被封杀 那一年我更红了 如果你要我写剧本 我绝对不会把自己的人生写成这样 我宁可不要念错 但是上帝就这么幽默啊 他用了一个我想都想不到的方式 让我的场子更爆了 让我的知名度更高了 这就是水深之处的精彩 我后来不但在台湾是No.1的活动女王 同时呢上帝还让我到大陆去参加 节目的邀约 这个节目有听过吗 叫超级演说家 我当时去的是去参赛做选手的 我跟各位报告 这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次水深之处了 我的妈呀 我跟你讲 上帝真是没 你知道 他不喜欢让我们的日子无聊 我要 我去大陆 那又是从灵干起 因为大陆会讲话的人太多了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是做选手 不是做导师 我要跟很多素人比赛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一个比一个会讲话 不是律师 就是老师 都是师 而且一个故事比一个故事精彩 你知道我的那个隔壁呢 是一个得到癌症的 癌友 还有一个单亲妈妈 是那种呢 就是已经怀了小孩以后被甩的 还有一个是那种坐的轮椅的 玻璃人 你知道就那种骨折 一碰到他就骨碎的 还有一个眼睛快被打瞎的新疆摄影师 你能明白吗 他们一个人比一个人生精彩 我最被节目组跟导师嫌弃的就是说 你的人生太平凡了 不够苦 我 我能怎么办 你知道我写了多少篇演讲稿都被毙掉 说不行 这个不扣人心钱 这个呢 不够精彩 这个不够苦 这个没有很深刻 我没有东西可以讲 你能想象吗 我觉得我好会演讲 我连讲稿都生不出来 我讲什么呀 你知道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是跪在地上写的演讲稿 我说主啊救命啊 我的人生这么频繁 难道不怪你吗 我都没有 你知道缺了胳膊断了腿 又没有得癌症 你叫我说什么啦 我跟你讲 我真的对上帝没大没小的 我真的常常是抱上帝的大腿哭 你知道那天晚上到半夜两点我还写不出稿子 因为我给了好几篇节目组都把我打叉叉 好 我就哭着哭着哭着 我跟你讲 我的脑中竟然出现了像那个幻灯片 你知道像PPT这样 啪啪啪 就突然出现了几个画面 我要深夜两点你知道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我在骂黄国伦的画面 还有我在骂我爸的画面 然后你知道最神奇的事 最惊悚的事 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意念 说 You are a murderer Murderer 什么意思 你是凶手 半夜两点得到这个讯息很惊悚的好不好 但是我懂了 我那一秒钟突然画面跟那个意念合在一起了 我完全知道上帝要跟我讲什么 上帝说 寇乃馨啊 我赐给你说话的能力 让你赚钱养家活口 让你得到自信 拿奖状 结果呢 你小姐给我用来骂人啊 上帝说 我让你会说话 结果呢 你也用这张嘴 伤人无数 而且我专跟亲近的人说狠话 你知道上帝要我讲这个耶 我怎么可能会想讲啊 我宁可上去讲我被人家甩的经历 我也不想想这个 但是我没有办法了 我是哭着发抖着把稿子写完 传给那个我的导师 他说这篇还可以 就讲这个吧 我真的很不甘愿 但是第二天就要比赛了 我也没办法 我在台上讲了这一篇 别对你爱的人标狠话 这篇演说 对我来说 是一个公开的忏悔吧 但是 我那一刻真的很不甘愿 但我不知道我讲了之后 这篇演说 既然会被疯传跟 暴击 你知道这篇演说到现在 已经累积了21亿以上的典籍量 而且有很多人 我都不认识啊 从各地传mail给我说 有夫妻要离婚的 后来就抱头痛哭 还有那种 看了我的演讲之后 有妈妈去跟儿子道歉 她说因为她常常 对她儿子标狠话说 我宁可我没有生过你 都造成了很多的伤痕 然后很多人看了这篇演讲 产生了很多的关系的修复 很多的认错跟悔改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只是顺服 还是不甘不愿地讲了这篇 但是她这篇演讲到现在哦 几年过去了 她依然在被疯传当中 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小时候的我 真的只是一个 希望别人对我好的小女孩 可是今年我长到现在 我进入水深之处也有二十几年了 我觉得我慢慢的被上帝训练 开发 洗涤 扩展 成为一个比较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了 也许我还有很多的不够不完美 可是我比二十八岁那一年 跋山涉水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可以再给我一分钟吗 各位 这是我今天最重要 要跟你们讲的五个字 这是黄国伦的鸟巢演唱会 我相信约二林亮堂的各位 很多人听过国伦讲这个见证 对吗 上帝后来带我们一起 打了鸟巢的这一场挑战 我们也从来不想打 但是水深之处你也知道 总是很精彩的 好 这是黄国伦的演唱会 有一天 我在台下听国伦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突然啊 被上帝敲了脑袋说 乃馨我要你出来讲这个见证 我说啊 我想说鸟巢的见证黄国伦讲 比我清楚啊 上帝说不 我要你告诉别人 没有不可能 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复制的成功 没有不可能 不是黄国伦的鸟巢演唱会 没有不可能是给所有兄弟姐妹 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人的信息 上帝要我讲的 我现在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啊 原本照翻给你 主耶稣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告诉弟兄姐妹们 没有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有人通通有 我们的人生一定会遇到没 不管是在哪一个moment 你一定会有可能遇到 撞壁 撞墙的窘境 在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时候 例如 我就失恋了 你可能觉得自己拥有很多 但有没有哪一瞬间 你发现你拥有的都不管用了 你会的 使不上力 你不会的 你没有的突然被要 有一天你遇到了窘境 我们都有可能面对突然没 但是上帝说 当你遇到没的窘境 你觉得你撞壁了 请你一定要记得 有 上帝有为你预备了路 你放心吧 你不会一直撞壁 绝对在那个 你觉得是高墙 你过不去的关当中 是有路的 上帝早就为我们准备了路 只不过这条路 你可能是不熟悉的 因为我们的神喜欢开新路 喜欢让我们走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你想都没想过的路 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卡住 为什么 因为不敢走啊 不甘愿走啊 不相信嘛 如果这条路你没有走过 我们都很容易卡关的 所以我们会卡在步 我不要 我不行 我不可能 我不敢 我就卡了快一年啊 我在床上哭着闹着 在地上赖着傻赖着 弄了快一年 就是不要嘛 上帝跟你讲了你也不听 牧师给你祷告了你也不要 朋友劝你你也不听 要怎么样呢 就问你想在这里卡多久 我跟你讲 上帝等得起 因为神的时间是无限的 等不起的是我们 所以我忠心的求你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不要卡关卡在这里卡多久啦 你越快进到下一关 你越容易得到最大的祝福 赶快说 咳 咳 咳是什么 可是我愿意试试看嘛 你没有走过的路 你走看看 你没有喝过的 你喝看看 你没有吃过的 你吃看看 你没有冒过的险 你冒险看看 你没有信过的 耶稣你信看看嘛 你怎么知道 不会更好呢 反正你也没有可以输掉的东西了呀 亲爱的 风险不大 但是回报 可能超过想象 就是试试看嘛 这些赞啦 赶快说我愿意 我们就能进到能了 不是我们能 是神能 当你说我愿意 神就能 在你的身上大显神威 因为 一起来念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 凡事都能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 我们就要遇见 没有不可能 你信不信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我信 这首歌 是 国伦 特别 为 信息 为讲台 为今天的你们写的一首歌 这首歌 我们也希望 能够让你们经历 没有不可能 很简单的一首诗歌 一听就会 我们一起来试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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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 自我 信心 福音 本是 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相信的人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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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我要奉耶稣的名问你 你要接受相信吗 你若愿意 今天请你举起手来告诉耶稣 我愿意 这是要救信的人 不信的人 你卡关在布要卡多久呢 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跋山涉水 来到约尔灵良堂 我们遇见了 你不是要遇见寇乃馨 你要遇见耶稣 我会回家的 但是耶稣得要住进你家 你的人生才会没有不可能 所以我要问 有没有今天第一次遇见耶稣 或是你已经让主耶稣等你 等了后多年了 今天你终于抬头遇见了 久后你的耶稣 你愿意把耶稣接进心里 把他带回家吗 你愿意让耶稣接管你的人生 带你进入没有不可能的人生吗 如果你愿意 你说我愿意接受主 我再一次郑重地请你举起手来 举起手来 我请你站起来 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决定 你要做的只有愿意 你要做的只有愿意 你只要愿意 其他的事都让上帝负责任 亲爱的 我再邀请你挑战一件事情 请你到前面来走过来 你走的每一步 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Come on 如果你带朋友来 邀请带可以陪他一起走出来 我们也请陪谭公公来到前面 欢迎你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我求你不要再卡关了 你要再不等多久 我不敢 我不信 我不愿意 亲爱的各位 卡关只是在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 赶快信看看 这是一个可以被经历的耶稣 你可以先信了以后 再来挑战他 就像我一样 他经得起挑战 不要怕 我们的神是经得起挑战的 你可以信了他以后 再跟他挑战说 证明给我看 扣乃星的没有不可能 也能在我身上发声吗 皇国人的没有不可能 也能在我身上发声吗 给上帝一个接会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挑战看看 各位快 我们要来替你祝福祷告 跟你一起 经历没有不可能 每一位我再问 还有没有卡关在布的 别等了 在卡关浪费的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有请举手的各位 往前面站 举手的各位 往前面站 举手的各位 往前面站 我们要为你们祝福祷告 我再挑战 今天 有没有已经是基督徒 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在打水的 你诚实 因为灯光这么暗 其实我也看不懂谁是谁 但是你自己知道 上一次的神迹 离你有点远了 你信主信了很多年 但是没有不可能 离你像是神话 我挑战你 跟我们一起 经历没有不可能 你向主再一次说 我愿意 不是相信有耶稣 而是我要信耶稣 我不是听说耶稣 我不是跟耶稣 求一些愿望而已 我要我的人生 没有不可能 请你也出来吧 请你 告诉耶稣 我要进入 没有不可能的水深之处 不是只要在那里 躺着 坐着 吃一点小小的恩典 就OK了 我挑战你 你的人生 愿不愿意 经历没有不可能的 水深之处 让耶稣写你的剧本 咱们别自己写了 我们自己写 最后也要死掉的啦 让耶稣写更精彩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进入水深之处 会很精彩 会非常酷 我再还一次 我们就要为大家祷告了 我们再唱 我们让大家有一个时间 想清楚 并且负责任地走出来 预备走 这首歌当中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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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 此我 信心 福音 本世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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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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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举起手来唱 求主 此我 信心 福音 本世 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能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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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自我信心 祝一份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我请故事来带大家祷告 先举止 你今天第一次来的 你可以跟我做决志祷告 神如此的爱你们 让来信他们突破那么难关来到这里 就是神要告诉你 你的难关有路可走 今天你做了这个决定 你跟我一句句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助 成为我个人的救助 我深深相信 乃心所尽力的神 成为我的神 我生命不要再卡住了 我要相信 耶稣可以帮助我 我愿意 把我的重担 把我的难处 交在耶稣的手中 我相信耶稣会来帮助我 我相信耶稣会来帮助我 使我的人生 使我的人生 有一个新的突破 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接下来我要为 刚刚他呼召的一些的基督徒你 渴望在你的人生进到水深之处 来祷告 我说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 你遇到非常多的难处 只有神知道你的困难何等的大 阿们 我为你特别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如此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做孩子祷告 这么多的难处 这么大的重担 主啊我求你的恩典交灌下来 你怎么样给乃心话语 父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 只有你给话语 我们才能够心里得着安慰 主啊我求你这个时候 你的能力交灌下来 圣灵阿你亲自 待不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 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经历到水深之处 而且可以网住一大片的雨 主啊这是大收割的时刻 主啊我求你 恩高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起来 起来为主得人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阿爸我再次邀请你 你所有的眼光 不是放在你的困难 耶稣的能力 撑得住 顶得住你一切的困难 阿爸天父我来到你面前 是你的爱 对我们里面的困难 就是没有爱 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怎么走 但主今天你要浇灌你的爱 是一个能力也是一个爱 主要是一个安慰 是一个鼓励 主要是一个信心 主要是一个勇敢 我的主耶稣 我求你 我邀请你 住进我的心中 主要他不会像男朋友跑掉 他会永远住在你心里面 我的父我求你怜悯我 我们需要耶稣 记得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阿爸我谢谢你 谢谢你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天父上帝的死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常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好不好刚刚举手第一次来教会 我们可以到这侧门好吗 请我们通工